视觉艺术创作者吴尚林半年来多次往返花莲驻村创作 而这一次与海星高中原住民实验教育班合作 拍摄竹符和蝙蝠的身份转换 也和李明探索勾载尾过去的茶室记忆 而这两组作品概念看似抽离却都在探索身份 而这次展览将在好地下艺术空间展出至11月13号 也欢迎民众前来参观 从影像作品探索扮演的身份 来自台北市的视觉艺术创作者吴尚林 日前在花莲社好地下艺术空间 带来在花莲往返驻村近半年 以花莲原住民学子为主题的身份肖像 和在线勾载尾茶室历史的玫瑰Rose 为主题的身份显影勾载尾驻村创作各展 一开始来花莲的时候其实我并不知道勾载尾 其实我也纳闷了一阵子 因为就是说在市区绕啊 想要找拍摄的点啊 但是一直都觉得没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对象 那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就庶民了 他就引诫我认识那个勾载尾的里长 就是主题里的里长 张里长 对对对 然后就提到过去勾载尾大概六七零年代 他的就是一个过往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工化区嘛 那当时也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 对那我就开始思考怎么样去创作这个主题 那也找了很多资料呢 但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王申和的那本讲说叫玫瑰玫瑰我爱的印象 身份校像是他常年创作的主题 此次与海星高中原住民实验教育班合作 邀请来为六字布农阿美和泰鲁格族的学子 以校园为背景拍摄他们穿着族服及便服在身份的转换 这次的主题叫做身份校像 那身份校像是我一直长期在做的一个题目 那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知道其实原民的祖服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祖服其实在大部分的部落里面 一直都有全程跟保留下来 那甚至在祭宁或重要的典礼都会穿主这样子 那当我们大量的去研究或是去了解这些传统跟表现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回看自己身为一个汉人的身份 其实我们积蓄得很多这样子 所以我就开始这样的计划 身份校像跟郭宅威两个计划其实情感上差蛮多 是两个系列的作品 对两个完全不一样 这边看到就比较是郭宅威出的主题 对对对对对 就是其实它是非常的 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样子 那我也思考很久 你说怎么把它并置在一起 《玫瑰Rose》则取材花铃勾载尾 访谈主记理前里长张宪聪及其夫人 以小说和影视为灵感 重新诠释过去勾载尾茶室里 从事特种行业女性的故事 期盼透过看似不相干的影像创作 带领民众探索身份的缓慢显影 身份显影勾载尾无上林驻村创作各展 直接直接展出这11月13日 有兴趣的民众不要错过 记者长邦彦华林师报导